我们联合教学跳过了7-4 所以我们现在就接下来应该要做7-5 7-5的主题是罗毕达法则 它又是一个常用的工具 用在处理不定形式的极限问题 什么叫不定形式呢 在我们的影片里面有跟大家说 当初我们在做微分的极限定义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不定形式的极限问题 要形成微分的那种极限式子 它一定是零分之零这种形式的式子 那我们也都知道了 它的答案是什么数都有可能 也可能不存在 所以零分之零就是最基本的不定形式 然后呢我们可以变化出 其他五种一共六种不定形式出来 零乘以无穷大 零乘以无穷大不会是零哦 这个要大家大家要注意 那无穷大减无穷大 还有呢还有呢 零的零次方 不是零的任何一个不是零的数 做零次方都是一 那零做任何次方 只要那个次方不是零 就都是零 可是这个零的零次方就麻烦了 它就是一个不定形式 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讲不定形式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了 就是在做不定形式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用到对数率 用到指数的情况不多 但是我们要善用对数率 所以要学完了指对数以后 再来做这个罗比达法则比较顺一点 那第一题跟第五题呢 应该是老办法可以解决的 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 以第一题来说根本是可以约分的 对不对 当然可以化解的啦 那第五题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老办法 其实就是要把想办法把它换成 这个sin分支sinx除以x的这种形式 以第五题来说 你大概可以做一个类似有理化的动作 就是分子跟分母都乘上1加cosx 所以分子就会变成1-cos平方 所以分子就会变成sin平方 然后跟底下的x平方 就会变成一个刚刚说我们要的这个形式 x分之sinx的这种极限 所以第一题跟第五题是用老办法可以解决的 但是呢 他也建议我们再用罗比达法则试试看 其中第五题比较有趣 用罗比达法则的时候 你试试看 你需要两次 第一次做完罗比达法则以后 他还是不定形式 那你要做到第二次 才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你当然也可以发现 其实做了一次罗比达法则之后 你就可以用以前的公式了 因为那个x分之sinx就要出现了 这个我就已经讲太多了 这一题没那么重要 不需要说那么多话 然后后面这一大串呢 就是很基本的使用罗比达法则 好吧 那只是题目故意出的复杂一点 让我们比如说在21题 还要让我们再回顾一下second second的微分是什么 那第27题呢 有一个一般底 以三为底的指数函数 那我前面已经说过 我再说一次 请大家通通把它换成 正常的底 应该说我们的微积分里面的标准底 它会变成 exponential的long3乘上sinθ 然后呢 再对θ为分 你就做这样子的变换 就行了 不要再去另外背 这个一般底的指数跟对数 微积分的公式 接下来 这个右边这一些也是一样 就是 你要先检查一下 它是不是 不定形式 比如说43题 我们检查一下 如果θ等于0带进去的话 我会有a的0次方 减0减1 上面呢 分子是cos0减1 好 那再心算一下 这个分子呢 的确是1减1等于0 分母呢 也是1减0减1等于0 所以它的确 没错 是不定形式 要先检查是不定形式 才能够用罗比达法则 这个很多考题 就是在这里骗人的 你如果不小心的话 你乱用罗比达法则就 如果它不该用的时候 你用它就错了 后面这51到59题很有趣 反正这就是同一类的技巧 就是这种东西呢 你不能 它是不定形式 比如说第51题 它是1的负穷大次方的形式 它是这种东西 但是我们已经 就是说你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它 那其实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们最好 我们一定要把它换成 这个 有分子有分母的样子 然后才能够用罗比达法则 那怎么办呢 当然也许你已经想到了取log 第51题我就拿51题来做 我们先习惯上先令Y 等于X分之1-X分之1 所以呢 LongY呢就会等于1-X分之LongX 那现在呢 我可以问一下它的确是不定形式 所以这个怎么办 这就是再多写一步 这就是以前我们学的合成函数的极限 只要是连续函数都可以做合成 所以呢 我可以把极限放到Long里面去 所以我要的是这个Y的极限 假如这样的话 那怎么样还原Y的极限呢 就在这等式的两侧 都把它做到指数的次方上面去就好了嘛 对不对 好 那A的Long 巴拉巴拉巴拉东西的次方 就把它还原啦 所以这就还原了 所以就变成Limit X趋近于1正的Y 会等于A的-1次方 这就是51题 整个流程 说起来有点麻烦 这个流程在这里 这个顺序来做 先取Log 然后设法把它做成有分子有分母的情况 然后来运用罗毕达法则 用完了不要忘记我们要还原那个Log 怎么还原 最正常的方法就是 就是把他们都放到指数的次方上面去就会还原了 63题也是类似的事情 63题会是一个零层无穷大的 的不定形式 接下来这个67、69、73很有趣 它是说 这三种题型 你不能用罗毕达法则 好 并不是说它不是不定形式 你可以检查一下 它的确是不定形式 第67题 它是无穷大分之无穷大的不定形式 但是如果你用罗毕达法则的话 你会发现你微分以后它又变回来了 或者你微分以后它还是不定形式 然后你再微分它又是不定形式 越做越复杂 67、69、73都是这样 它是技术上产生了一点麻烦 但是67、69、73还是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事实上67应该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就会做的事 你可以在分子分母都除以根号X就好了 对不对 那69题你要用second跟tangent来把它化减 我的建议是全部化减成sine、cosine 然后再来做 好 那所以67、69、73是很有趣的 特殊形式的问题 77题也很简单 其实这个题目应该放在前面一点 它是说ABC诸四种做法 只有一种是对的 要你说说看 观察一下哪一个做法是对的 其实你只要懂了罗毕达法则 就应该知道怎么办了 再过来好像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85题 85题其实只是在做 我们的教材一开始就讲这件事 对不对 我们在说无穷的 这个对不起 连续的复利 连续计息的复利 如果它的年利率是R 如果是连续的计息 那么一年的有效利率 就是A的R次方 这个极限怎么做呢 这个极限是1的无穷大次方 所以它是不定形式 然后就用刚才的办法 先取log然后再干嘛干嘛 请大家就自己做出来 第88题要求这个函数 在0的导数 在0的导数 其实根据定义 就是x趋近于0 x-0 分之f of x 对不对 那其实它就是x趋近于0的x分之f of x 但是这时候 当我们在做这个极限 趋近于0的极限的时候 这个x本身不是0 所以f of x呢 就是A的负的x平方分之1 因此呢 你又可以看到 这是0分之0的不定形式 然后你就用波比达法则 下去做吧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 f在0的导数了 接下来好像也就没有够问题了 所以这就是7-5的课本 这个联合教学 在课本里面建议的系列